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武吉创作于2003年3月3.4点2003 此作品蕴含灵感的累积和思想的沉淀 赵武吉笔下的线条如梦幻般的画面任意流动 作品中米白色和紫蓝色交织成绵延迷蒙的雾气 而上下留白的部分则令人联想起宋代的构图特色与意境 宛如一幅诗意盎然的惨景 朱德群1992年大自然的气韵 画面中注入大山大水雄魂气魄的蓝 展现缥缈阴暈感及传统水墨的机理 画面中充满动视的宝石色块 盘旋于蜿蜒有近的线条 划分出明暗强烈与跳跃的画面 堪称朱德群终身信仰艺术开花结果之作 在海峡两岸有中国现代绘画先驱 现代水墨画之父自称的台湾著名艺术家刘伯松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积极宣导创新现代中国水墨画 提出中国画的现代画技术 此幅天山之秋 画面凝结透明且立体的机理 感觉又充满传统技法 刘伯松先生发明了唾沫法和积末法 使得本作品既有中国画的风骨 又不失油画的质感 的确值得艺术爱好者俊勇收藏 最后呈现叶永清的《我爱你》 创作于2004至2008年 由65幅作品组成 作品为艺术家日记士的创作 他们各自性情各自成章 但又互相关联 作品在数年的沉淀 锤炼创作下 构成一个浑厚丰美的整体 使为叶永清展现硕大之美的汉见制作 作品为艺术家日记者核心 作品为艺术家日记者 创作 《我爱你》 作品为艺术家日记者 创作 列宣告 作品为艺术家日记者 创作